今日經貿帶來看到 今天凌晨在新北市板橋 發生了一起 砍人意外 原來當時被害男子和朋友 正在超越中的外頭聊天 突然遭人持彈簧刀 以及斧頭追砍 造成這名被害人 全身上下有多處被砍傷 整個人就倒在停車場裡面 現場還留下了大片血跡 事後嫌犯被逮之後就空撐了 說是因為被害少年 先出賣朋友 他們才會奮而來尋仇 但是對於詳細內容 不肯多談 全案還有沒有牽扯到其他案情 警方現在還要再調查釐清 單人在便利商店外聊天 突然一名身穿黑衣白褲的男子 拿著彈簧刀衝了出來 其中一人出來擋人 另外兩個人馬上完反方向逃跑 隨後另一名同伙手持斧頭 騎著機車追了上去 停車場空地留下大片血跡 兩方人馬一路追了100公尺 其中一人臀部小腿跟手臂都被砍傷 倒握在血泊當中 被砍的17歲侯姓少年輟學 一次是在街頭上認識行凶的王姓男子 但他不滿少年當廖貝亞出賣朋友 找了四個人帶彈簧刀跟斧頭 要找侯姓少年復仇 看到王姓男子凶神扼殺地衝出來 他馬上逃跑 但還是不幸被砍 所幸送以後沒有生命危險 一件案件的起因疑似是其中一方 懷疑對方可能是出賣朋友 當要貝亞的原因 所以才會造成今天晚上的尋仇事件 行凶的兩人五小時內馬上被逮捕到案 但他們不願意攻撐少年到底攻出了什麼證據 讓他們奮而尋仇 是不是還有牽扯到其他的案情 還有待檢方調查釐清 記者田仁祥 神經會台北採訪報導 在一條大 到底連天